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做一節就是獨家報導 這一節也是我們早前的獨家報導的跟進報導 這個 在7月1日這個敏感的時間 香港的法律界 正在慢慢刮起一場風暴 我們早前也和大家披露過 我們就是有報料人 知道 就是香港 現在 就是法律界的情況 港共政府 是打算要追擊 這個跟612基金相關的所有 抗爭的案件 相關的律師 大狀要追殺 到底 我們早前 也和大家 就是詳細報導過他們想追殺的方向 以及內容 那麼我們 本報 星期二日報 獲得 就是這個報料 最新的消息 就是 早前我們報導的說法 就是經已獲得證實 相關的人士 相關的律師 相關的大狀 就是收到 就是相關的信件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我們邀請所有聽眾 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絕大多數的黃色媒體都希望 需要大家課金支持 才能夠 繼續營運 本台極少數 可以 利用免費模式 就是 佔據我們經營部分 一大部分 的 方式繼續經營 所以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就是這樣的黃色媒體 所以 請大家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們 將最新最快的訊息 跟大家第一時間分析 同一時間 除了做這件事之外 我們在做的也是光復香港的任務 當然 光復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我們 繼續 推廣 香港人 普選 香港議會 用普選的方式 香港人自己代表自己 我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參與 行使你自己的權利 這件事 才是 極權 當權者最害怕的事項 所以大家 不要妄自誹謗 你 就算身處香港 你的反抗意志 才是當權者最害怕的事 最害怕的事 我們回來 就是繼續追擊 跟612基金相關的律師 和大壯 早前也跟大家報導過 當時 港共政府追擊 這個612基金 要使得 基金瓦解為止 基金的相關的人士 裏面的信託人 全部 被港共政府拘捕 這也不夠 他們就要繼續追殺 曾經 收過 612基金 裏面 就是費用的人 換句話說 就是香港的律師 和香港的大壯 早前也跟大家披露過了 他們其中一個 追擊的方向 就是要 相關的大律師 解釋他們是否曾經 收過 612基金的錢 假如他們曾經 跳過相關的律師事務所 直接 向這個 612基金 收取法律費用 這件事 有機會 違反專業守則 我們根據最新的報料 我們收到一張文件的截圖 裏面 就是由香港大律師工會 向會員發出 當中 牽涉了幾個問題 裏面的內容就是英文 他就這樣寫 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第一段就說 有一個投訴就是指控 對著你 第一件事 就說你 就是收取這個 612基金的 財政的支援 Financial Assistance 就是 收取這個資金 代表被告人在案件上辯護 當中有一家公司 叫做Alliance for True Democracy Limited 真普選聯 有限公司 這一家公司 就是拿著 相關的基金 裏面的錢 而你收取專業費用的時候 代表被告人 你就是從這個 612基金裏面 直接收取資票 而不是 從你的事務律師 開支票給你 信件裏面也說到 你這樣的行為 就是違反大律師工會的專業守則 裏面 就是第7點8B條 就說你 亦同時間違反了律師的守則 因為你 使得相關的律師 違反相關的規則 當然 對於 香港人來說 聽下去好像沒甚麼特別 一個專業的團體 說他有專業就是違規的地方 這個 根據我們的消息和線報 這個 只不過是前菜來的 現在他們就是從 最 表面的途徑 繼續追擊相關的律師 以及大律師 當然也告訴大家 對於一個大律師來說 如果專業 操守 專業失當的話 其實對於一個專業人士來說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簡單來說 這件事 輕則可以被罰款 停牌 重則 可能 就是牌照可以被凍結 甚至乎被吊銷 換句話說 對於一個 以專業為生的人來說 其實專業失當 或者專業投訴 其實對他 是一個很大的迫害 這個 香港很多專業人士 為甚麼就是會 那麼恐懼 其實是有原因 因為對於專業人士來說 專業資格 差不多 就是等於 他的事業的全部 假如如果專業資格 是受到動搖 其實 他們差不多 就等於 能夠反抗的地方 已經 徹底失去 所以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我們很多人在坐牢 我們被迫害 被抓到監房 被困住了 這樣是不是嚴重很多 這個我們當然理解 但是我們也從 專業界別的角度告訴大家 不過 要說清楚 這個還是一個前菜的部分 正如我們早前就是獨家報料披露了 實際上這個是 整件事的第一步 港共政府 絕對不打算 只是依賴專業團體 這個專業失當 就是去終結的 實際上 我們收回來的訊息就是假如 相關的人士 他們 如果他們 不在這件事上面投降 其實他們會繼續追殺 他們會 繼續利用普通法 的其他控罪 繼續追擊相關的人士 所以 7月1日 這個時候 這個界別正在崛起一場風暴 當然啦 正如我們早前所說 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香港沒有人是孤島 全部人 到最後 在港共 在中共的眼中 只要 曾經 連成一線反抗 哪怕是最皮毛的 你在現場出現也好 眼神交流也好 只是法律代表也好 他們 都是決定要追擊到底 所以真的不用說了 香港的法治 早就不存在 現在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個相關的報導 我們還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好 這一節 獨家報導 來到這裡 不好意思 最後補充多兩句 我們這裡再一次 借助這一節 向 相關的人事 呼籲 相關的涉案律師 和大律師 我們在這裡呼籲 他們應該 盡早決定 到底自己是不是還是繼續留在香港 根據 我們收回來的情報 這個 絕對不會 案件 停在 專業 失當的部分 停手 根據我們的 情報 建案件 是會繼續有下文 到那個時候 已經太遲了 好吧 我們這節 真的跟大家說到這裡